解出來之後 它就會是一個資料夾 這個才是資料夾 千萬不要直接打開這個 再拖拉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上面會出現EIP 所以我剛剛一看 我大概就知道了 OK 這個問題的詢問度非常高 再來這個就沒問題 一拖拉就可以 打開之後這個是完成檔 我們按部就班 先把這個圖 這張圖是PSD01的這張圖 它本來這麼小一張 把它放大成800 800我想大概是這麼大 可是問題800x800 特別注意 可是問題底下你會發現 底下這邊的文件 它是用什麼 它的K數 也就這張圖 存在檔案裡面多大 可是我不是要這樣的 我是要一個什麼 我是要它的尺寸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旁邊有個箭頭 或者你點選它 它會讓你去更改它的寬度 高度等等 這個有沒有 或者點旁邊一下 它這邊有個顯示 顯示的話 那我希望顯示的是它的尺寸 所以你可以點尺寸 尺寸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公分 公分 但是特別注意 一般Photoshop 其實一般在溝通的時候 絕對不用公分 都會用像素 比如說你這張圖 幾公分乘幾公分 沒有人這樣講的 一定是我這張圖 不是多少像素 乘多少像素 所以如果以後 跟人家講說 我要幾公分乘近 人家會覺得你是外行 一定要講是 多少乘多少 比如800乘800 後面的單位 一定是像素 那無論是Photoshop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什麼illotrator 或其他的 都是一樣 那所以 第一個你會發現 不過它預設的是 幫你用公分 那怎麼 可不可以改呢 其實當然可以 你從編輯裡面 有一個偏好設定 偏好設定裡面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叫什麼 單位 其實是這個 你可以把那個單位 和尺標這個 記得這個有個單位 就在這裡 就是你從 編輯裡面找到偏好設定 那它會有個 單位 和尺標 請你把這個單位 改成什麼 改成像素 它預設是 公分嘛 那你把它改成 像素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為什麼因為你用公分 就真的 到底多大 其實說看不出來 一般都是用像素 按確定 確定之後你可以看 下方 50乘50 有沒有 所以這個才是我要的一個 對的尺寸 所以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 等一下先把那個單位給改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有個叫單位 把這個改成像素 第一件事情 那這張圖就 50乘50 那要把它 把這張圖 怎麼樣 把它改成800 這個地方800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800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要怎麼修改 那其實很簡單 其實在Photoshop 有個很好理解 就是你不用10倍 你可以看上面有功能 影像 有沒有 影像裡面呢 如果你要把它 放大縮小 應該用拆的也可以拆出來 叫什麼 影像的什麼 尺寸嘛 這邊不是一個尺寸 那你知道怎麼樣 把50改成800 記得旁邊好像有個鎖 這個鎖 它預設好像是鎖住的 兩個都鎖起來 所以你可以800 也就是你改一個 它兩個都會幫你改 OK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鎖給取消了 如果 這邊叫做強次等比例 有沒有 所謂強次等比例 預設就是它兩個一定都會一樣 但是如果你兩個不一樣的話 你變成你改一個 另外一個跟著動 那怎麼辦 如果兩個不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強次等比例打勾取消 它就不會兩個都一樣 不過因為這一題我們兩個都一樣 所以 這個地方就預設打勾就可以了 好了之後的話呢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一張呢 就變成800x800 不過它會整個太大 有沒有 底下是800x800 太大怎麼辦呢 請你按下Ctrl 再加一個減號 Ctrl-減 有沒有你會發現減的話是什麼 縮小 Ctrl-加 加是放大 應該前面有講過吧 其實放大縮小 你就可以利用Ctrl-加減 這非常好用 如果你今天要做什麼呢 修圖的時候 建議你放到很大 有沒有 像我們上個禮拜那個吉祥物嘛 它旁邊有一些 比較不清楚的邊緣 如果你不要漏出破綻的話 你可以把它Ctrl-加 放到最大 然後看一下 我想修出來的效果 應該就會 蠻OK的 好那第一個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的 一個底 這個底的話 實際上就完成當裡面的 這個背後的這個部分 那背後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完成 所以第一個 完成背後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壓子放過來 但是壓子一個 你要放16字 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先把它定義成圖樣 再把它填滿 就填16個 再來就放這一個 把它放大10倍 另外就是再加上這個漸層的效果 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總共四個步驟 請各位先把這個地方 第一個 把像素像 50x50 再把它改成 800x800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先把這個地方 好 就好 好了 啊 好